警方驱离占领政院的学生遭质疑太过暴力 甚至被形容是血腥镇压 行政院在昨天晚间再度主动召开记者会 澄清当天晚上已经有先劝离 之后才柔性驱离 现场还公布了警方搜证的画面 警方是不断拿着大声勾 要来劝离民众 外传警政署长王卓军请辞 不过行政院再度澄清 绝无此事 也表态力挺王卓军 学生群众震领政院警方被质疑 执法过当 行政院发言人孙一群情上火线 反驳当晚执法绝对不是血腥镇压 有心人士 媒体或者甚至是党派 刻意的操作 故意抹黑政府 把警察为了要保卫行政院 所采取的作为 形容是血腥镇压 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们觉得是高度的扭曲事实 去历前用大声工劝民众快离开 强调警方依法柔性劝离 当天36名现刑犯当中 有18人是社会人士 警察当天晚上也遭人丢水瓶袭击 这个是民众攻击警察的一些照片 我们看到这位民众基本上是拿着水瓶在往里面丢 另外一个传闻讲得非常难听的 就是说远警是采用暴力的驱离 用武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静坐的学生 那刚刚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都在那边静坐 好像这个很和平的这个静坐 会传警政署长王卓军请辞行政院郑重澄清 院长这边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 王署长要去职的消息 并没有 江院长也表示力挺王署长的立场 孙力群紧急召开记者会支持 警方保护政院依法驱离 叶力挺王卓军